你有听过吃益生菌就能改善肾功能,甚至逆转洗肾吗? 这是真的还是有一个网络谣言呢? 30岁的小李本来只是轻微肾功能异常,却因为轻信了一个互肾奇迹 短短几个月内病情急转直下,最后不得不紧急洗肾 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让他错过了黄金治疗时机?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健康陷阱,正在社群网络上悄悄蔓延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号称护肾益生菌背后的真相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 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 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 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 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 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 开头的故事并不是唯言耸听,而是改变至真实的案例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健康的关注提升 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标榜天然神奇疗效的产品 其中一种号称能逆转肾功能,摆脱洗肾的护肾益生菌 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但各位务必要提高警觉 这些看似美好的宣传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的健康风险哦 你是不是也曾经在社群平台看过这样的广告呢? 长肾轴益生菌,洗肾也能逆转肾 某某医生挂保证 吃了护肾益生菌 六个月内肾功能恢复正常 甚至还会附上一些医疗见证 说某位病患吃了这个产品 就成功的摆脱了洗肾的痛苦 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 但这些说法真的可信吗? 这些广告常常会冒用肾脏科医师的名义 强调台湾洗肾人口众多 利用大家对肾脏健康的担忧 让你相信他们宣称的护肾神药 能帮助解决问题 他们用一些极具诱惑性的词语 比如说免洗肾逆转肾 并且暗示只要吃了他们的产品 就能够轻松摆脱洗肾的困扰 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境 王伯伯是一位退休的教师 几年前被诊断出早期慢性肾脏病 一直以来他最担心的就是未来要洗肾 某一天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则广告 号称某种护肾益胜菌 是台湾团队研究的最新配方 吃了就能让肾脏功能恢复 还附上了许多使用者见证 王伯伯心动了 觉得这样就不用吃药 不用忌口 轻松又方便 于是花了不少钱购买 结果半年后回医院检查 肾功能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还变差了 让他后悔不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轻信这些来路不明的社群广告 这些产品往往来自背景不明的粉丝专业 夸大疗效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你的钱财 这些广告常提到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名词 常胜肘 没错这个概念在医学上确实存在 简单来说慢性肾脏病的患者 因为身体代谢的废物无法顺利通过肾脏排出 就可能影响到肠道内的菌虫平衡 导致坏菌增多 想象一下我们的肠道就像一个热闹的社区 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细菌 有好菌也有坏菌 当肾脏功能变差时尿毒素会在体内累积 影响肠道菌虫的平衡 导致坏菌过度生长 而好菌受到抑制而减少 好当坏菌增加时会产生更多的尿毒素 如硫酸引多酚对硫甲酚 这些物质会进一步损害肠道屏障 使肠道通透性增加 形成所谓的肠肉 可以想象肠道的保护屏障出现了裂缝 这时候肠道内本来不容易进入血液的一些有害物质 会更容易通过肠道跑入血液里引起全身的发炎 例如肠道细菌代谢蛋白之后产生的尿毒素 以及细菌代谢物和内毒素等 这些发炎反应会影响全身 特别是肾脏、心脏和血管 进一步加重慢性肾脏病的恶化 这就是长肾轴恶性循环 也解释为什么慢性肾脏病患者 常有肠胃不适、贬秘、腹脏等问题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那吃益生菌来改善肠道菌虫 不就能保护肾脏了吗 这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直觉的做法 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案例 李阿姨患有糖尿病 最近开始发现自己有蛋白尿 医生告诉她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变 李阿姨一向注重保健 听说益生菌对于肠道有帮助 就每天吃很多不同的益生菌产品 然而虽然她的便秘问题有所改善 但回诊时她的肾功能指标仍然持续下降 这是因为虽然益生菌可能有助于改善肠道健康 但慢性肾脏病的恶化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肠道菌虫失调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单纯补充益生菌 就像只修补了一栋漏水房子的一个小裂缝 其他的问题依然存在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肾脏功能衰退的问题 目前并没有大型且严谨的临床研究 能够证明单独使用益生菌 或是号称肾脏病专用的益生菌 能够逆转肾或是减少洗肾的风险 针对网络上那些夸大其词的护肾益生菌 台湾肾脏医学会在2024年9月就发出了正式的声明稿 强调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 能够证明这些产品可以逆转肾功能 医学会指出 微菌虫失调只是长肾轴恶化的一个原因 而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小规模短期的经验研究 甚至很多都是动物实验 结果差异也很大 因此肾脏医学会呼吁 需要更多严谨的大型临床研究 才能真正证明益生菌对于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疗效 台湾肾脏医学会也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过度夸大其词的广告宣传 目前益生菌在慢性肾脏病患者的作用 应该比较实际的用于改善便秘 腐歇消化不良等生活品质问题 而非当作治疗肾脏病的神奇疗法 来看看最后一个案例 张爷爷是一位慢性肾脏病的患者 但他没有轻性网路上的偏方 而是积极的配合肾脏科医师的治疗计划 按时服药、控制饮食,并定期回诊 虽然他的肾功能随着时间仍慢慢下降 但始终保持稳定 生活品质也维持得不错 成功的延缓了洗肾的时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肾脏健康问题 最正确 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寻求专业肾脏科医师的诊断和治疗 千万不要因为相信 夸大的广告 而错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今天我们探讨了 护肾益生菌能逆转肾功能这个说法 真相是在目前只是一个缺乏大型研究证据的说法 甚至可能是冒名诈骗的手段 保护肾脏健康 并没有神奇的药物或疗法 更不能轻信网路上那些来路不明的偏方和产品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几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 认清正确的资讯来源 关于肾脏疾病的资讯 请务必依赖专业医疗机构 例如台湾肾脏医学会发布的公告 以及经验丰富医师的专业建议 第二 不轻信夸大疗效的广告 任何声称能快速逆转 或完全治愈慢性肾脏疾病的产品 都应该提高警觉 这样的说法往往背后常有风险 第三 有肾脏问题 应立即寻求专业医师协助 如果有肾脏健康疑虑 请及时咨询专业肾脏科医师 这才是保护肾脏健康的最佳方式 再次讲到极简护肾 护肾其实不需要多神奇的药物或疗法 从简单的生活习惯改变 就能守护你的肾脏健康 每天多喝水 适量运动 避免不当用药 这些小步骤就能让你的肾脏更健康 点击说明栏 下载护肾手册 用最简单的方法 让肾脏更健康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